提起好色,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把它贴在男人的身上,觉得只有男人才有好色的属性,在感情中不付出真挚的情感,以及欺骗女人的心。 只不过,生活中有些女人也同样具备好色吃的属性,也许表面上给人一种很单纯的感觉,但实际上都是伪装出来的, 她们根本就没有把感情放在心里,完全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需求,而且得到了满足之后就会把你抛弃。 其实,女人的好色是藏不住的,只是需要你用心去观察,通常情况下骨子里好色的女人都有这几个共性,藏不住,看看你有吗?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国学论坛 没有边界感 一个把感情放在心里的女人,不会随意地与异性接触,更不会有任何暧昧的举动,尤其是已经有了伴侣之后,会非常注重与异性之间的边界感。 然而,那些拥有好色、属性的女人,才不会管什么边界感,不仅经常和异性有来往,还会出现一些暧昧的举动,哪怕是自己已经有了恋人, 也完全不管你的感受,就算你在面前,也会和异性互动得很频繁。 其实,这就是女人骨子里好色的表现,有时候越是无意之间的举动,越容易暴露一个人最真实的本性,而女人这种没有边界感的表现,恰恰就说明了她好色的本质。 所以说,当你遇到了一个毫无边界感的女人,千万别被她的表象所迷惑,一定要及时远离,否则就会被她玩弄感情。 不排斥异性的追求,跟对方暧昧不清。 一个女人,若是经常跟异性暧昧不清,男人就要注意了,这样的女人基本上不会排斥异性的追求,对感情比较随便,她们在异性面前。 没有那么多的顾忌,双方交往的时候,也没有界限感,正常的异性交往,肯定不会暧昧,更不会逾越交往的界限,时刻都会有分寸感。 而喜欢暧昧的男女,可能在这些方面就不会注意,其言行举止会很随意,女人经常跟异性来往,表现得没有距离,任何异性都可以接近,只能说明她本身是没有多少真情的。 真正感情专一的女人,从来不会接受异性的撩拨,对异性会有很强的防备,只有当女人很花心的时候,她才会不排斥异性的追求,喜欢跟对方暧昧不清。 同事王小姐和男朋友恋爱以后,仍然和异性表现得很热情,因为长得漂亮,很多男同事都喜欢跟她来往,可是王小姐没有基本的矜持和防备,反而迎合别人的撩拨,经常和对方暧昧。 有时候,有男同事约她出去,她也不介意,如果男朋友加班的话,她就会出去跟男同事吃饭逛街,没有边界。 正因为她喜欢结交异性朋友,以至于周围的人都觉得她很随便,这些事情自然就传到了男朋友的耳朵里。 最终,男朋友忍痛分手,虽然很爱王小姐,但她无法接受她跟异性有频繁的来往。 所以,女人是不是好色,其实她身上是有痕迹的,如果经常跟异性在一起,暧昧不清,基本上就是对感情随便和不负责任了。 这样的女人,不管自己的感情状态是否单身,都会很不安分,对自己的名声和贞结看得比较淡,男人遇到了要谨慎交往。 对真正的感情难以承诺。 对于好色的女人来说,承诺是一份沉重的负担,她们往往对真正的感情难以承诺,因为她们担心自己会受到束缚或者失去自由,这种态度让她们在感情中表现出不负责任的行为。 常常只是享受眼前的快乐和激情,而不愿意考虑未来的稳定和幸福,这种对真正的感情难以承诺的特征,让好色的女人很难建立起长期的稳定关系。 她们往往只是短暂地停留在一段感情中,而无法真正地投入和珍惜这段感情,这种态度不仅会让自己错失真正的幸福,也会给对方带来伤害和失望。 对异性热情大方,对同性自私冷酷,好色的女人在男人面前一般都表现得很积极主动,特别是初次见面,没有一点女人的矜持,说话很随便。 从不把自己当外人,见了异性总是表现很热情,不管和这个人熟不熟,但是在同性面前却很自私冷酷,这就说明她是个花心的女人,而不是重感情的女人。 这样的女人,你一旦成了她眼中的猎物,她便会对你献殷勤,和你在一起出手也很大方,从不因为自己是女人和你有一点边界感。 她对你大方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,给你留下一个好印象,觉得这种女人一点也不物质。 在以后的相处中,你就没有理由不对她大方,遇上这种女人,男人如果不想让自己受伤,而且不被她耍,就不要贪图小便宜,和她继续相处,一定要远离保护自己不受伤害。 爱情里,总是有人不知足,好色的女人,明明自己有男朋友,却还要和别的男人暧昧。 她认为,同时和几个男人谈恋爱那样,才感到刺激呢,只和一个男人谈情说爱,太没意思了。 这种女人,即使自己有了男朋友,还会主动去聊别的男人,或者肢体上的接触,和谁都搞暧昧,对自己的爱情生活。 一点也不减点,这种好色的女人,总想把不同的男人掌控在自己的手掌心,让身边所有的男人都围着她转。 如果男人遇上这样女人,千万不要招惹,以免自己受伤,豪色的女人总是不安分,这山望着那山高,对哪个男人都不满意,却还不舍得放手。 她是想同时拥有不同男人的宠爱,她不懂得自尊自爱,所以才会如此放纵自己,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 这一特征表明一个女人,喜欢关注自己的外貌,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打扮自己,这并不一定是坏事,因为对外表的关注,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自信心,让她感觉更好。 也可以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,不过,当这种追求外貌,完美变成了过分追求,甚至导致低自尊和自身价值感的问题时,就需要警惕了。 重要的是,社会应该鼓励女性,不仅仅关注外表,还要关注内在品质和自我价值。 自我中心的表现 好色的女人通常以自我为中心,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感受,她们往往只看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,而忽略了他人的付出和贡献。 在感情中,她们常常只考虑到自己的需求和想法,而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和需要。 这种自我中心的表现不仅会影响到双方的感情关系,也会让她们失去真正了解异性的机会。 这种自我中心的表现不仅会让她们感到孤独和失落,也会让周围的人感到厌倦和不满意。 在感情中,我们需要相互尊重和理解,只有彼此关心和支持,才能建立起健康、稳定的关系。 而好色的女人的自我中心的表现,往往会破坏这种平衡和和谐。 好色女人的这些特征,不仅会让她们在感情中受到伤害,也会让周围的人感到疲惫不堪。 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,我们需要学会观察和分析女性的特征和行为。 以便更好地了解她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态度,只有通过深入地了解和分析,我们才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感情命运,并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爱情归宿。 那么,在日常交往中,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好色女呢? 其实很简单,首先我们需要保持自己的冷静和理智,不要轻易被她们的外表和言语所迷惑。 其次,我们需要学会察言观色,及时发现她们的企图和暗示,以便做出正确的应对措施。 最后,我们需要保持自己的底线和原则,不要轻易被她们所诱惑或者牵着鼻子走。 当然了,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,所有好色女都是不好的,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,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权利,不要轻易地对他人进行评判和指责。 同时,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好色女的身上学到一些社交技巧和经验,比如如何更好地与人沟通,如何更好地展现自己的魅力等等。 总之,好色女并不是一个贬义词,它只是一种生活态度和行为习惯,我们应该以一种平和、理性、尊重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。 同时也应该学会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自己的警惕和底线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情况,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国学论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国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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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国语